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跟大哥想問 就說 你的企業和你的企業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大家 介紹一下你們的協會 OK 台灣動物緊急救援小組 其實是一個 以動物救援為主的一個團體 它主要的任務是從動物 傷病流浪動物的救援開始 從救援之後 我們會把動物送往 專業的醫療場所進行醫療 然後醫療完了之後 我們會幫它做社會化 因為它可能生理上的創傷 恢復了之後 可能還有心理上的創傷 所以我們會進行 這個社會化的工作 然後一直到它社會化 重拾對人類的信任之後 那我們就會開始幫它找任養人 所以我們的最基本的任務 一般來講 是從救援到醫療 然後到任養 所以就說 連主要的部分 還是以救援為主就對了 一開始是以救援為主 對… 所以連一般的 那種動物保育的 要給團體比較大的一個差異性 其實也是在救援這一塊 對 因為其實流浪動物非常的多 很多 那其實以我們的力量 也不可能去救救 這所有的流浪動物 但是我們的首要目標 我們把它定位在 我們希望這些受苦受難的 正在受傷的這些流浪動物 能夠去解除它的痛苦 所以我們的主要目標跟任務 是以去救援這些傷病的流浪動物為主 一般你們大概都是會接到 比較偏哪一方面的任務 就是你們出任務的時候 遇到的哪一種狀況 其實是比較大的一個 其實在台灣 就是說流浪動物 傷病的狀況還蠻多的 蠻多的 除了說它自身有一些疾病 比方說有些它長腫瘤的 或者說它全身都是皮膚病的 毛都幾乎掉光了 除了這些自身疾病之外 有的時候可能是被車禍撞到的 甚至有的時候是被 有些鄉下會放捕獸夾 被捕獸夾夾到腿的 可能斷腿的 甚至是這個白骨外露的 然後甚至可能就是 有的時候它會去檢食這個便當盒 不小心可能被便當的橡皮圈 熱到脖子 這個脖子潰爛了 或者是有的時候 他們可能去鑽鐵絲網 然後整個可能全身 被劃開了 刮傷了 等等的 其實這些都是 他們處於極度痛苦的狀況下 這些都是我們 首要要救援的目標 所以大哥剛剛提到 就說可能因為受傷的 各式各樣的原因受傷的 或者是本身有生病 那本身有不平 就本身有生病的這個部分是 一般人的家庭裡面的狗狗 也會跟你們求援嗎 還是說你們接住救濟的 幫忙的都是偏流浪動物比較多 還是其實也都有 其實我們是 主要還是以流浪動物為主 但是我們也常常會接到 有一些可能個人 他們可能比較沒有經驗 然後他們可能也會向我們 尋求一些諮詢跟協助 那我們可能會 依我們的經驗去判斷說 這樣的疾病可能 怎麼樣就醫 怎麼樣治療會比較好 但是我們所救助的對象 還是以無主的流浪動物為主 無主的為主 就是流浪的部分 那麼你們可以照顧 然後你們就來幫忙這樣子 是… 跟年齡有的世界 最遠有那些東西 就是說你們在出任務的時候 最遠曾經出任務 到哪一個範圍區 其實我們的志工 我們偏向志工偏向以南部為主 南部為主 但是我們有的時候 因為這個救援案例的關係 就是說它可能比較特殊 那個狗可能真的非常痛苦 那可能也沒有其他的人員 有辦法去救援的 我們可能也會跑離開大高雄區域 可能甚至也會到中部 甚至北部 還有甚至最近 我們還搭船到小琉球 搭船到小琉球 去進行救援任務 對… 那是什麼樣子的一個任務 需要到就是… 就是要走這麼遠的一段距離 去搭救 那個狀況是這樣的 就是說在小琉球的時候 就是說那邊有一個旅遊的民眾 跟我們通報 就是說他在小琉球的一間民宿 在那邊遊玩的時候 他看到有一隻貓咪 他的這個頸部 被橡皮圈勒到這個氣管 都快要斷裂了 那因為那邊的民眾都想救助他 可是用了很多的方法 都一直沒有辦法救到他 那所以他們就是想說 我們比較專業 所以就向我們動物救援小組通報 那我們就是當然也要評估說 我們是不是有這樣的能力 因為跑這麼大一趟 可能也是要花費很多的物力 人力跟時間 但是我們就是看了照片之後 我們發現這個狀況真的是很嚴重 相當嚴重 所以我們就從高雄開車到東港 然後帶出救援設備 從東港再搭東流線的交通船 到小琉球 到小琉球之後 我們再租機車到民宿 然後在那邊進行救援 而且不是只有一次才成功 然後我們總共去了三次 總共去了三次 才救援到這隻貓咪 把牠用船緊急送回東港 再送回我們合作的動物醫院 跟從小琉球三次 去了三次裡面 三次的時間是相隔多遠 我們大概相隔 大概都是一週左右 一週左右 因為其實流浪動物 有的時候去了之後 你沒有救援成功 牠可能受到一些驚嚇 可能牠就會躲藏起來 那可能我們如果再馬上去 牠可能不容易抓到牠 那我們再去 這樣成功的機會會比較大 所以就告訴牠 在你們的案例裡面 你們接觸到這些流浪動物 需要你們救援的部分 所以其實也是有 救完牠還是留在當地 然後隔一段時間 再去的狀況也是有 對 就是說 也有可能就是說 我們任務不一定說 每一次都成功 有的時候 是要跑好幾次才能成功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會去評估說 大概這個狗的狀況 牠會怎麼樣去躲藏 然後也許我們會請 通報救援的人 在這段時間 繼續幫我們觀察 說這個狗 可能躲藏在什麼位置 讓牠可能有怎麼樣的習性 那這些資訊收集完整之後 能幫助我們 在下一次的救援任務 能夠更有機會成功 所以醫師就會說 那魚鴨都接騙牠 那有可能 可能沒有辦法直接成功 對 那原因是可能 是沒有辦法接近 這隻動物的關係 是有可能 對 有可能是沒有辦法接近 牠可能看到人就跑了 就跑 或者是我們可能 設下了幼捕籠 在那邊等了一天 可是牠可能 就不進我們的幼捕籠 或是有的時候 我們可能用這個 有鎮靜劑的吹箭 吹到這個動物之後 牠可能就跑到 我們找不到了 所以這個任務其實 變數很大 變數很大 常常真的都要好幾次 才能成功 所以要很有耐心 很有毅力 那就是輸送的動物 就是這些受傷的 這些流浪動物 牠可能本身就身心受創 是 所以對你可能就是 看到人就跑 對 那會不會有一些 其實就是 跟你講有攻擊性的這種狀況 這種攻擊性狀況 會不會也是骨蟲 比較常看到的這種狀況 是啊 其實在救援動物的過程當中 因為動物畢竟 牠不知道說 你是要去幫忙牠的 牠可能受傷受虐 所以牠對人類失去信心 牠甚至覺得說 你要去救援牠 是不是你要去害牠 所以牠對人類是 匆忙的驚恐跟恐懼的 所以牠可能在救援的過程當中 牠會有一些攻擊的行為 那所以我們也是 救援人員 我們也是一再強調說 救援人員也要 要顧及到自身的安全 沒錯 所以我們有一些設備 去保護我們的救援人員 比方說防咬的手套 防咬的手套 就是兩招數都要戴起來 對 就是說防咬的手套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抓牠 牠可能會回頭咬我們 對 或者是說 我們用鎮靜劑的吹劍 或者是說我們用這個拋網 就是我們有些專業的設備 也顧及狗的安全之外 就是說也顧及到 我們救援人員的安全 人的安全是要更重要 是… 跟主唱說 在這個救援的高層地 在過程裡面 牠們有隊員因此而受傷的狀況也有 有… 其實救援的狀況有很多變數 剛剛有提到 那其實救援人員有的時候 也常常會受傷 比方說有幾次是這個狗 鑽到這個棧板 木造的棧板下面去了 我們要救援幾隻皮膚病的小狗 那牠鑽到這個棧板下面去之後 我們的隊員就是為了要救牠 所以就要翻開這個棧板 但是在裡面工作的時候 這個棧板居然又倒下來 整個垮垮下來 就壓到我們的志工 那就是牠整隻手 整個都被刮傷 所以縫了好幾針 這種情形也是有 是… 所以說不見得是來自於動物本身的 一個防禦攻擊 而是有可能起環境底部的 一些意外狀況 對 其實地形地物也常常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可能要 有人說我們就上山下海 上山下海 有的時候可能要到山上去 甚至有可能會被草割傷 甚至在山上其實有蛇 這個也滿危險的 那有的時候我們要到河裡面去 有的時候會摔倒 滑倒 摔傷 其實反而是真正被狗咬到的機會 反而不多 但是到一些比較偏遠的地方去 可能被當地的地形地物 割傷 撞傷了等等 這些機會倒是還滿多的 所以就是說比例上來講 可能是來自一些反經地部的傷害 可能比例比較大一點 如果他們要擔任你們的這個 志工人員的話 你躺下來 除了要救動物之外 也要救自己 就是 所以你們會有一些訓練 其實是等於是 你志工 有心的志工 要趕緊去 你們需要他去參加 哪一些課程的培訓之類的 是 其實我們沒有說 這麼專業說 有個課程去培訓他 但是就是說 新進的志工 我們可能就是 讓他跟著我們的救援任務 讓他在旁邊見習 先讓他就是不要靠近 那麼危險的地方 先在旁邊見習 那我們有些比較資深的志工 可能會告訴他說 怎麼樣保護自己 怎麼樣同時 顧及動物的安全 也顧及人的安全 不要在第一時間 他可能還不熟悉的狀況下 就冒然地去觸及一些危險的狀況 這樣子 所以就說可能 這樣透過比較資深的前輩 然後用經驗來這樣做 經驗傳承 經驗傳承 是 剛才說 那次其實要去救援動物的時候 因為有很多安兜比 那些事情 可是像大哥 其實你們一開始的時候 是怎麼樣子有 這樣子的一個心想要加入到 就是什麼樣的一個機緣 讓你走入了這個救援的 這個志工行列 其實一開始是去 在住家附近 就是說會去注意到說 有些流浪貓 有些流浪狗 那慢慢的可能就是說 看牠們可憐 會去餵食牠們 那慢慢又覺得說好像 他們就看著牠們一直去生 對啊 然後有些甚至就是車禍了 我們想帶牠去看醫生 可是也沒有辦法帶牠去 那我們就會慢慢的 就是想要去捕捉牠 那在捕捉的過程中 我們就遇到很多問題 比方說到底怎麼抓牠 所以就會去思考說 是不是需要一些 比較專業的設備 或者是說需要一些 什麼樣的技巧 所以我們就慢慢的去研究 那一些志同道合的志工 我們就這樣聚集起來 所以我們才成立這麼一個說 台灣動物緊急救援小組這樣 所以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因為看到 居家的環境 然後才想大家一起來幫忙 是… 那你們介入了這個動物 那可能受傷 那回來之後的一些安置 你們大概是會把它安置到哪一個 就是你們自己本身的救援小組 其實就有可以收容的地方 還是說會跟其他的動保的團體 跟協會來做一個 互相的合作配合 一般來講是這樣 因為會被我們救回來的狗 牠一定不是普通的狗 牠一定是全身傷的狗 可能是我剛剛有提到 也許皮膚病 也許斷腳的斷腿的 甚至瞎眼的耳龍的 牠幾乎全身都是毛病 所以這些動物是需要很完善的醫療 做後盾 才有辦法幫牠們治療完畢 我剛剛有提到救援完了之後 緊接著就是要醫療 所以我們跟高雄市這些地區 就是有幾家動物醫院 我們是有合作的關係 所以這些被救援回來的動物 第一時間一定會被送到這些動物醫院 來進行緊急的救援 跟急救 跟醫療 可能隨時 可能馬上就要做全套的血液檢查 可能馬上就要做全套的生化檢查 可能要拍X光 可能要照超音波 所以我們安置牠們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在動物醫院 因為牠們大部分都是受傷生病的 不太能說像有些協會 可能只是普通的流浪動物救援回來 可能只是有一個收容場 讓牠收容就可以 對我們來說 醫療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所以首先還是先照顧好 要把身體健康狀況 是… 各位觀眾朋友 有聽到我們的唐妮大哥跟我們分享 其實對流浪動物的救援 其實會遇到困難還有問題 其實過度 動物的不信任 反正的鬆開其實也有 不過牠們還是非常熱議 來付出這家的時間和精神 來救助牠們就通過了 牠通常還有過度的精彩的內容 好好跟大家分享 我們先來休息一下喔 歡迎各位節目中 其實臺灣的沙扁風的流浪動物的問題 其實一直都有 跟掌握來關心關懷 在說的救助牠的動物 其實一直都有 各地的保育團體 很關注牠的問題 所以我們繼續向大家分享 大家更會想問一下 因為剛才有說到 年尾跟寄學家動物醫院來做合作 那這些醫院其實也是像你們一樣 是完全投入是屬於一個 義工的工作的角色 來幫忙跟合作嗎 還是說其實也是需要 收取一些費用 其實我們救援的動物的數量 其實滿龐大的 所以說這些醫療成本也相當的高 所以其實說要動物醫院 去完全吸收這些成本 其實沒有一個醫院能夠去承受得了 所以可能就是說我們合作的醫院 也許就是會給我們一些折扣 或者是說給我們一些優惠 畢竟就是也一起做愛心這樣 但是要說全部通通都不收費 大概是不太可能 其實從救援醫療一直到送養這個過程 其實這個開銷都是相當大的 那我們可能就是說 大部分我們的資源 大概都來自於社會大眾的愛心捐款 那我們要怎麼去籌措 就是說可能我們會在網路上 把一些特殊的案例公布在網路上 那很多可能有愛心的民眾 會希望幫助這些狗狗的 他可能就會捐款給我們 那我們就是累積這些捐款之後 來去支付這些 比方從救援到醫療 這些龐大的開銷這樣 所以就說其實 你們要挑割這些募款 要說打加內 天使 然後讓一個 其實可以夠永續的經營的一個方式 是 對 要不然其實按了一些經費 其實任何團體其實都很難去支撐 沒有錯 跟營利的金費其實很有限 你們的人力其實也很有限 是 跟是不是 那一年民眾大月天發 說 那是今度救援沒有的可能 是要救助的時間 任何會去做一些評估嗎 是… 其實不是說每一個救援通報 我們真的都會去接受它 因為我們畢竟人力物力時間很有限 所以我們可能會多方面的評估 第一個我們評估的其實倒不是說 這個醫療的金額是多少 我們其實最大的評估是 這個動物受痛苦的程度 我們會與動物受到極度痛苦的案例 先去處理 然後資訊完整的案例先去處理 先去處理 因為有很多通報人 他可能就是寫一封Email來 他電話也沒有留 甚至可能太緊急的 連什麼地址都沒有告訴我們 或是說也不寫得不清楚 那我們大概甚至有的時候離很遠 大概我們就不太可能說 我們跑到現場去 因為其實狗牠也會動 那沒有很詳細的資訊我們去 可能會白跑一趟 那這樣可能就會浪費掉我們的資源 我們會把這樣的資源 用在說比較緊急的動物上面 就鼓鼓鼓鼓鼓 然後可能生命的狀況 可能比較危急的那種動物 你們會首先處理 對… 跟我說其實因為太多可能 平衡世界有自己的工作 是 跟由於世界的可能 沒有辦法親眼 在搬公司地盤 接天花 要再說如果像是一般 你搭天花火 可是可能沒有應接的 職工來應接的時候 那怎麼樣子 留他的資訊給你們 然後你們可以收集到一些 救援資訊 就是因為說電話沒有辦法 完全的去協助我們 收集這些資訊 所以我們就開始說 我們也有網路通報的系統 在我們的網站上 有很完整的通報網頁 那這個網頁上呢 我們都有要求說 通報人要留下他的 完整的聯絡資訊 還有動物 他受傷動物 他的出沒地點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在今年 我們也開發了手機的APP的軟體 就是說這個民眾 只要安裝這個軟體 他只要到任何地方 看到有獸孽的動物 那我們知道手機 現在都可以結合GPS 那他就會把定點的這個座標 回傳給我們 我們就可以更確定說 受難動物的位置 所以就是變成說 可能沒有辦法說 一定每一通見化 都接到的時間 可能就是用網路啦 其他資訊 來留 有一個瞬時分裂 是 跟他們說 因為救護了以後 那可能 醫療也完整了 教會啦 沒有健康的 可以分裂 效的時間 年用的力 就說 把它轉介給 需要養的 可以助你 來做一個認養的動作 是不是有 好像有 據說有一個 叫做護犬大使的 一個計畫 是是 其實狀況是這樣子 就是說 當我們在救援 然後完成醫療之後 我們當然接下去的 就是希望幫他找一個 溫暖的家 那找一個溫暖的家 就牽涉到我們需要 把它認養的一個問題 那認養 我們協會就是說 除了在台灣 尋找認養人之外 因為我們救援的狗 可能比較特殊 我剛剛有講到說 可能有斷腿的 可能有耳聾的 可能有這個 眼睛看不到的 可能有特殊傷害的 心理創傷的狗 那有些在台灣 可能比較不適合認養的 那我們也長期跟美國 跟加拿大的 動物保護團體 有跟他們有進行一些合作 那會把台灣的這些 流浪動物 就是說在台灣 沒有辦法認養出去的 我們會送到美國跟加拿大 那要把這些動物 從台灣送到美國跟加拿大 就需要所謂的護犬大使 那什麼是護犬大使呢 就是說在台灣這邊 如果說我們要把狗送到加拿大 可能就是要讓牠們搭飛機 那如果說我們去購買這個機票 那機票可能很貴 所以我們都長期在網路上 徵求近期剛好你要搭機 飛往加拿大跟美國的旅客 來擔任我們的護犬大使 那護犬大使不需要負擔任何費用 這些航空運費 都會由我們動物救援小組來支付 那牠只要把狗狗掛在牠的行李底下 當作牠的託運行李 就可以完成這個任務 幫我們把狗送到國外 那到了國外的機場 那國外那邊的動物保護團體 就會派車跟派人去接牠們 然後牠的工作就算是完成 那這樣任務就算完成 就完成 是… 那就光把狗狗或者是貓 當作一個行李來掛飛機 然後送出去 那狗或者是貓 要送給牠的時間 是不是需要有一些 什麼樣子的一個準備 因為畢竟連行李 都是這麼的要求合格跟安全性 各位需要哪一些的程序 是 這個其實要把動物出口 這個其實是有… 是有相當大的困難點 不過還好台灣是非狂犬病的疫區 所以在美國或加拿大的海關 只要求我們要出具牠們的健康證明 那這個健康證明 是由這個我們合作的動物醫院 會開立這個健康證明書 那我們憑著這個健康證明書 我們會向農委會的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去申請這個出口的許可 那我們會拿到這個出口許可的證明文件 那旅客只要拿著這個文件 牠就能通過海關 所以就是 要有些健康證明說 要有些沒空 然後什麼問題都沒有 是健康的 或者是打過疫苗的 打過疫苗的 就是安全無語 讓牠可以牠牠牠牠牠牠 那就說牠牠牠牠是一個狗的 因為畢竟譬如說 要關籠子嗎 其實就是說 這些動物在託運的過程當中 牠是跟我們旅客的行李 是放在一起的 是放在飛機的下層的這個行李箱裡面 那我們就是說 航空公司有要求說 這些運送的動物 必須裝載在航空運輸籠裡面 這個航空運輸籠是有一定的尺寸 跟牠一定的規格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在機艙裡面會有冷氣 也滿冷的 在高空有的時候滿冷的 所以我們都會幫牠們這個 穿上毛衣 因為有的時候 其實到國外天氣也比較冷 所以我們會幫牠穿上毛衣 然後幫牠在運輸籠裡面 可能墊上毛毯 那因為這一趟越洋的旅程 可能都要花費 大概十幾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我們也會在運輸籠上 可能掛上飲水器 讓牠們有水可以喝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讓牠不要那麼害怕 那麼緊張 我們可能也會在籠子裡面 可能我們會放一兩塊 這個牛皮骨 讓這個狗 就是無聊的時候 可以咬咬牠 對 這樣可以幫助牠 解除牠的焦慮 焦慮 也就是說像 通訊給牠們 牠們送出過的時間 這個運輸籠是 是航空公司 它會提供這個籠子 然後 可以去佈置這個籠子內的 裝潢設施是這樣子的 這個籠子都是我們自己 要去購買的 這個籠子要自己購買的 對 這個籠子還不便宜 這個籠子 一個籠子都要好幾千塊 而且這個籠子是不能回收的 送到美國去之後 牠就到了美國 到了加拿大 對 我們有曾經要幫牠把 我們曾經有想要回收 把籠子再運回來 但是這個運費很貴 貴到可能我們去買新的籠子 才還划得來 所以通常我們就不回收這些籠子 所以我們就說 籠子也算是我們一個 蠻大的開銷 因為一個籠子 籠子有分小的有分大的 如果比較大的狗 比方說黃金獵犬 拉不拉多 或者是一些獵犬 牠可能就需要比較大的籠子 那一個籠子可能很貴 最貴的可能到七八千塊都有 都有 所以就說在這個運輸的過程裡面 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一個飛行過程 其實就等於其實狗 牠是不會有人去額外照顧 所以要先把牠處理好 把牠安頓好 有當時這個油水淋 然後有當時好膏好膩 這樣的狀況就是超級 是… 跟護犬大使 是不是 未來人對於這種職業 可以做護犬大使 要說你們會有什麼條件 除了說牠會比牠出去 過外營外 還有有什麼條件 其實護犬大使沒有什麼條件 就是說只要牠有愛心 牠剛好要搭機到美國或加拿大 那其實牠都可以擔任我們的護犬大使 但是我們強調說 牠一定是要很有愛心 因為有些護犬大使 就是… 曾經有這樣的護犬大使就是說 可能牠看到我們一次 要運送這麼多的狗 牠可能也會很害怕 因為牠可能也會擔心說 會不會出海關有問題 會被刁難 會被刁難 然後會不會花掉牠很多的時間 或甚至有人可能懷疑說 我們會不會運狗 會不會加長毒品 對 所以牠可能除了對狗有愛心之外 可能對我們這個組織 要有信任感 這個牠才能擔任這個護犬大使 所以就是 就是所要條件就是 會有愛心 然後會有信任 就是有信任 是 你們的這樣子一個態度 是… 所以說牠在護犬大使 牠一拜年水渡的經驗 一拜一台一渡渡 其實我們大概最多的紀錄 曾經有帶過一個人 可以帶到25隻狗 25隻狗 對… 那當然25隻狗 不代表說就是25個運輸籠 因為這25隻狗 有些可能小狗 可以兩隻或三隻 是放在一個籠子裡 但是這些運送的數量 跟運輸籠的尺寸 都是事先要跟航空公司報備 因為牠們要去規劃機艙的空間 要確定說空間是沒有問題的 才能協助我們託運 是 所以這樣通常 因為是20幾個月 這個數量當成行李這樣託運過去 所以我希望護犬大使 其實真是會有非常有愛心和耐心 會有耐心 因為香港的一般託運行李的時間 時間可能就是手續上面來講 已經就有一些的時間了 所以是不是在託運的過程 這些辦手續的時間 可能那位分跟一般人比起來 可能時間會拉得更長 對 確實是不可否認的 因為這些行李要趁重 所以說可能會花比較多的一點時間 但是畢竟說我們常常在做這些任務 那航空公司跟我們也非常熟了 所以其實這些手續也是很有默契 有默契 所以不至於說耽誤掉太多的時間 但是可能會耽誤掉一點時間 一點時間是需要 對 所以我們 不過我們還好就是說 我們所遇到的很多護犬大使 也都不會那麼在乎 也都很有愛心 甚至在機場 還會主動的抱我們的狗 想要跟牠們一起合照 拍照都有 那所以像這個護犬大使 跟各位帶出去全外分 全外的事主來尋養的這種過程 像這種比例跟案件 是不是在比例上來講是多嗎 就是說會不會是非常頻繁 還是說可能矩矩的一拜 就是九九一次 九九一次 這個其實任養 不管是國內任養 或是國外任養 其實有的時候都會看機緣 也都看機緣 有的時候剛好說我們 潑上往去的這些狗 剛好有人任養 剛好很多人任養 那當然就是可能 我們就會比較頻繁的 進行這個任養的任務 但是有的時候 有些狗可能比較不討喜 那確實有的時候 就是會等比較久 可能會很長的一段時間 可能都沒有辦法 把牠任養出去 那可能就是要 比較長久的等待 那至於說頻率到底如何 這有的時候真的是看運氣 有的時候可能久久沒有一隻 有的時候可能一個禮拜連續 有很多隻被任養 所以我們也是 有的時候也蠻期待的 所以就是說 無關滾女的 非常高滾女的 就是任養 其實只要有狗狗 帶出去帶回家 其實對於你們來講 其實對於自公的心度 應該也是一種很安慰的狀況 是啊 是啊 因為畢竟我們從救援到醫療 這個醫療我們包括 剛剛有提到說 心理上的生理上的 其實都會跟我們志工 相處非常久的時間 我們跟這些狗其實也很有感情的 那當然我們希望說 牠待在動物醫院 畢竟是一個很小的空間 那我們總希望說 牠能夠治療好了 病好了 就能夠早早的有一天 能夠有這個 愛牠的新主人 能夠讓牠趕快送牠到新家 那當然是我們最大的願望 一個最安慰的這個部分 是是是 今天再感謝大哥 跟我們分享 還有救援 然後還有把他們 找到一個有卡位的故事 感謝 謝謝 各位觀眾朋友 今天我們我們 討論兩組 以及同胞團體 跟我們分享 其實我們在這裡說的 要燒一隻命 燒一隻狗 其實我們要對牠 也生命 做出牠的 又富製 任命的態度 總之說會 收到牠 又不可以 又牠牠牠牠牠 這樣會造成 各種的三種問題 犯金的問題 猶龍動物的問題 不過要很好 有暗途年 暗遊行來 提出獲牠的小動物 要分享大家 可以把你 在這製工的行列 本燃一些支援 今天 各位感謝 獲得團體的朋友 來感人的分享 一通通 美貌卿廟會 提供信賞內 好好運動喔 我們下禮拜見 我們下禮拜見